所以我们看第六课 做见证 那么这个我们知道 这个主耶稣说 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力 撒玛利亚知道地级 做我的见证 当圣灵降临在 使徒经上第一章第八节 主让我们做他的见证 那主耶稣也说 你们就是我的见证 那我们本身是见证人 那么在一个法庭啊 如果你去法庭 你会看到法庭的人有几种啊 一种是原告 一种被告 一种叫律师 辩护的 还有法官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 叫见证人 见证人一般 他不会参加辩论的了 他不叫辩护啊 他就是这个 这个 见证是还是不是就行了 你是就是 不是你见证 你见过的 法官问你就说 那么这个 我们在圣经中说 我们有一些见证人 做主耶稣基督见证人 那我去过法庭 给你们讲故事 刚才你们谈谈李敏苏 这是个活宝 你们谁认识李敏苏啊 你们的学长啊 他毕业了没有啊 毕业了 他已经拿到毕业证了啊 在那个 他太太教会 他太太审讯院 他太太不是 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吗 对吧 当教授了 那是感谢主神使用他 那我记得 他当年在我们的教会 这个在黄盛顿 我那个牧养他 那时候他教会里 他这个希望 特别希望能够担当一些服事啊 教主日学啊 或者是什么这个 这个讲个道啊 或者带个敬拜啊 反正在我们教会 反正什么都轮不上他 他就在那看着 看着这个 他特别觉得他 他行 那么后来就不小心 他被抓了 在美国给抓到监狱去了 他监狱关了大概有将近一年啊 关挺长时间的呢 他说因为他是个福建人 他来美国十年了 他也不申请绿卡 人家都生成正式避难 他也他也不申请 这个特有意思 人家法国问他说 你你回去有逼迫 没有 所以法国人走吧 反正就这么一个人 他说我没有逼迫 我申请什么正式避难 我是逃避我老婆的逼迫来美国的 他他太太是三字教会的主任牧师 那么他的就就在家庭教会 所以他太太他俩关系总是搞不到一起去 他逃到美国 一逃十年 后来在我们这读了一段时间 也是我推荐来的吧 这个很有意思 结果他被抓了呢 他这个就打电话给我 他说他打call in call 你知道吗 那时候call in call 就是监狱打出我付钱 那时候就我要付钱 他就轻点打call in call给我 让我给他记圣经 记一百本 记诗歌本 记多少本 记属灵书记记记大堆 我说干嘛呀 你人读那么多 他说这里边关好几百个福建人 这个好了 在教会里啥都不让我干 我现在在这天天讲道 带经拜 讲道 查经 全我事 可高兴了 不出来了 怎么都不出来了 那里边关了大概差不多 好几百个四五百个福建人 福建投渡的 就在El Paso 德州El Paso 高兴啊 后来他姐就不行 不能乱在监狱里待着吧 他就说这个主就把他拆不到监狱传回音去了 然后在那建立教会 也带人信主啊 可容易了 监狱里带人信主一点都不难 然后呢给受洗 他说你看在家里什么都不让我干的 先到这儿拖了 啥都是他的了 你想来你还来不成呢 对吧 后来我到法院给他打关了 我就证人 证人法官就问我 他问我什么东西他都不让你回答 是 就是 不是就是不是 他说他回国有没有危险 我说有 然后又问他你认为有危险 他说没危险 那我白说了吧 所以这个这个 他第一天关了就 就打的就 就没法判 你知道吗 实际法官想开恩他给他 他他自己就说没事 我回国 他就这么一个 我们不知道他想什么 那他姐说你一定要把他弄出来 他就留在美国 那后来我就给他分析了一些资料 这个证人就是这样 证人我们把所见到的 所看到的说就可以了 那法官就会说你不需要解释 不需要 你就是说yes no就好了 所以是很多 那后来当然那个移民局律师就问了 我很多问题 我就得回答他 那就不是yes no 到来后来还是打赢了 打赢了 最后我记得 那个 人家说 那个移民官说 不管怎么样 他是偷渡来的 他偷渡就违反了美国的法律 然后法官问我怎么看 我就说了一句 惊人的话 我说美国祖先哪不是偷渡的 哪个不是偷渡 你告诉我你们祖先哪不是偷渡的 为了一个敬拜上帝的自由 我们有偷渡的权利 结果后来这个第二天 我帮助的报纸说 张布丽说美国的祖先偷渡 有意思 结果不错 感谢主 那他就后来就被放出来了 放出当然没给他绿卡 就是给他可以在美国长期拘留 永远拘留 但是不能拿到绿卡 那是这样一个 他这样一个状态 后来我就把他推荐到我们神学院来了 在这读神学 后来我上次来有感动 他妈妈跟我说 劝他回国吧 我就想国内的工厂特别大 那么要服侍他有这样的装备也好 回国吧 有的时候我们在美国不见得适应 这个你知道我们在国内可能如鱼得水 来到美国我突然发现我们这个就 就就我们的文化 跟美国的这个文化还是有差距的 我们在国内的家庭教会的文化 跟海外的华人教会文化 也是有一定的不同的 所以我们得承认这个不同啊 所以你就要素小距离 有的如果在美国真的是上帝 用我们真的是很难用的话 我们回到中国说明神就用我们 像刚才我谈的他 他在监狱里边真为神所用啊 真带了好多人信主啊 那现在回国也是 到神学院也当老师去了 也不错 所以这个见证很重要 我今天讲就是我们如何 在个人谈道中使用我们的见证 在个人谈道中使用神 在我们生命中那种给我们的一个经历 我相信每个人上帝呼召他 他都有一个很美的见证 这个见证人和人都是不一样的 有一百万个基督徒就有一百万个见证 而且这个见证都不一样 每人得救都不一样 有的人是在顺利时得救 有人在逆临时得救 有人是在这个 成功时得救 有人在失败中得救 那有人在人生 这个百无聊赖时得救 有人在人生最奋斗 最得意的时候得救 上帝就每个人都采取不同的方式 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方法 那是按照他的主权 按照他的主权 所以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 你们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做我的见证 在使徒上第一章第八节 做我们的见证 做我做主耶稣的见证 那么这个见证呢 在个人谈到中也非常的重要 有的时候你谈到 你谈到这个太理论化 他听不懂 太理论化听不懂 我们太谈到太宗教化 也听不懂 如果我们谈到太一些 这个律法主义的东西 他就反感 所以你像我们昨天分析了 我们像这几种 无神论者 有宗教背景的人 那么还有其他的这些 这个这个 除此以外 还有这个追求真理的人 不追求真理的人 迷信的人 这个信异教的 和受异教影响的人 你像那不同的人 传福音很重要一点啊 你要 可能你都要用你的生命的见证 用你生命的见证 这个见证呢 是 是如果用的好 会使很多人得到帮助 很多人得到帮助 所以我们看到说 那我们做见证的 怎么做呢 做见证的 首先是新生命的自然流露 一个人 信了主了 他就特别的感恩 他感恩的 他就情不自禁的 要跟人讲 他怎么信耶稣的 那我这个 我觉得我这个 信主以后也是 那见谁我都跟谁讲 不讲也不行 他们老问我 你怎么信耶稣的呢 这个就正宗下怀 那我就讲呗 对不对 有的时候我们开party啊 这些老朋友在一起聚会啊 那他们一看到我来了 就觉得怪物来了嘛 他们信主了呢 他们都很正常 都不信主 那我就信主就不正常嘛 那就问我这个不正常人 为什么信主了 怎么就好好的日子不过 就信耶稣了 好好的这个理想不去追求 就信耶稣了 所以就 这样的就问 问到 当然我就愿意回答 我这一回答就把话题转了 本来人家是 是来这个这个聚会来了 是是热闹了 吃喝玩乐了 结果我一弄就弄到 大家听我开不到会了 所以后来有的人就说 哎呀 王丹就说以后张伯利来 千万不要让他来 开party不要请他 请他来了 他就是到哪都是中心 把大家都吸引到他那去 那我说这不怪我 你们要问嘛 对不对 因为你们都很正常 不需要问 一个人信了主了 会有人去问的 因为他发现你跟原来不一样 那你原来的想法 这个做法 这个包括人的这个思想行为 都发生很大的变化 他不一样 所以他就要 就要问你吧 问你怎么办 问你那你就回答他嘛 诚实的回答他就好了 所以见证就是 在就是在 得时不得时 那都要为主做见证 为主做见证 所以做见证 是新生命的 自然的流露 那么刚刚信主的人呢 就特别愿意为主做见证 那其实这个 有些传绘的方法 做见证 比你这个讲道还有效 一般这个全服会 美国有一个机构 是商人的 叫Forgasper Businessman Fellowship 那这个全服会 就是讲见证 这些商人呢 他们就组织到一起 就请一些的商人 先信主的来讲见证 那么影响这些 还没有信主的人 他们信耶稣 效果非常好啊 效果非常好 大家看到 在见证中看到 那个神是有真有活的 那有的时候 我们这个 这个用理论传福音 他他因为 他是在一个 跟你的完全不同的 思维方式里边 他很难进到 你的理论里边去 他就听不懂 这为什么牧师讲道 要有加一些的事例呢 加一些的故事呢 我不知道你们讲道学 学到几啊 讲道学学到几了 讲道一讲到二 讲到二啊 还有讲道三嘛 你要MDV 还有讲道三哪 还有解经讲道 大概四套讲道学呀 都得学嘛 那这个你要学MDV 你学到最后 要学解经讲道 那那个解经讲道 最好的一本书 就是Robinson那本书 Robinson那个解经讲道学 那个非常好 那个你们可以去看 我也受他影响很大 那Robinson的解经讲道 就不管这段经文 有多长 或者多短 他都分成三部分 那他就是特点 那三部分 那么他大概是五部分 下面interaction 有一个引言 引言然后进入到这个本论 本论里有三部分 一二三 他认为引言需要一个故事 把它引进来 这个故事你可以用见证 自己的别人的都可以 或者一个比较幽默的故事 能够带出带出这个主题和真理 这个很重要啊 比如我讲过这个不要忧虑 马太福音第六章 耶稣说不要忧虑吃什么 喝什么穿什么 这个生命不胜于饮食 身体不胜于医生 你们看天上的飞鸟 不中不出不继续在仓里 那这段呢 我就用了一个 应他大个神 我就用了一个引言 这个引言就讲一个法国青年 常生忧虑 对吧 然后忧虑到这个 这个想跳楼自杀 后来有人给他写封信 因为他怕当兵嘛 他觉得当兵就是九死一生嘛 就这封信写的就非常有意思 就引入到最后 那么那个人就说 就给他做个推理 说你当兵了 你可能不一定都在这个危险的地区 也许在安全的地带 安全地带 你不要忧虑 那在危险地区 也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负伤 一个不负伤 不负伤 不要忧虑 那负伤有两种可能 一种死掉了 一种一好了 一好了 不要忧虑 那也这个 这个死掉了 也不 这个 这个 这个重伤 重伤和轻伤啊 那死掉了 也不怎么样 就不会忧虑了 然后说 圣经说 哪一个人的思虑 是受受多加一克呢 正好引入到第六章 那这个就引言就进来了 然后就进入到 本论 那本论呢 第一个 我觉得你们要看 我就找动词 看什么 天然的飞鸟 然后第二段 我写 你们要想 又一个动词 想什么呢 想野地里百花小草 都是不如你的 都不贵重的 那么第三个 你要求 求什么 求神的国神的义 那你看 从这段里 你就能抓住 三个重点啊 然后但是他要求 就每一段 你都有一个故事 来说明 说明你这段故事 为什么不要去 看天然的飞鸟 想你野地百花小草 你都要一段一个故事 或者你的个人的见证 或者你选一个故事 来说明 然后最后结论 结论 那你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 完整的抢章 我们现在我们 从中国大陆来的 这些传道人 在国内讲 讲习惯了 就反正拿起就讲 讲多长都能讲 然后但是有些 在美国 他就遇到挑战了 他就有时抓不住重点 或者你这个奖章 你不能够 集中目标 讲一个问题 有时候我们会 讲得很散 会讲得很散 所以谁愿要求 你的奖章 40分钟必须讲完 加上祷告 呼召 45分钟 美国教会一般 35分钟 美国教会的牧师 没有讲到45分钟 我讲到比较长 我讲到比较长 是因为我们教会 弟兄怎么要求 你不能少于45分钟 少于45分钟 他们觉得你好像 没好好备课似的 所以我们就长一点 另外家庭教会的 弟兄怎么听了 更觉得短 40分钟 他刚觉得 刚刚进个头 开个头 怎么就没了呢 他这个家庭教 一般都讲一个半小时 我到温州去 我不是到温州 我到欧州去 不到 然后那个教会 请我讲到 那是廖志同的教会 在温州 在欧州 是温州的人的教会 我去了 他就请我一个讲员 七天的聚会 我一看 我一天讲五堂 整个的 我说 我就问他 这一堂你们多长时间 他说在美国讲多少时间 就讲多少 我说那行 我在美国45分钟 他说不行 我们这一个半小时啊 我一算五堂讲到 上午两堂 下午两堂晚一堂 一堂一个半小时 我一算 呦 七个半小时 我说你以为我是录音机啊 我不睡觉 我不吃饭 我不休息啊 我不喘气啊 那跟你讲一堂道 我就被主席现身了 我回去 我就被主席走了 你们这教会这么重要 开玩笑 我就不给他讲这么长 我就讲四五分钟结束 四五分钟结束 四五分钟结束 结束了 他们就没事干了 你看 所以特会 一般的特会 都要有专题啊 专题 对不对 那后来我发现 这个越讲越长 他们不走 你怎么办 就得越讲越长 很辛苦 再请我也不去了 累死了 我太不去 你们这儿 这个这个 可是就是这样 后来我就动员 你再以后请我可以 再请一个讲员 两个讲员 五堂 对不对 那我讲早上和晚上 我讲三堂 下午再请另外讲 下午得休息 要不然命就没了 你们知道吗 这个这么用人的 也不行啊 所以比较会 所以但是这里边 当我们个人谈到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间 也不要超过四五分钟 我就差不多 一个人谈四五分钟 下次再谈 当然再加上前言后语 聊聊天 引入主题 到结束再寒暄 可能一个多小时 也要一个多小时 重点这见证 可能要穿插在里边讲 穿插在里边讲 很重要 有人他对你的见证 特别感兴趣 他总问说 你跟我一样的背景 你也是共产党员 你也是无神论者 那你怎么信主的呢 哎 你就讲你怎么信主 那你怎么突破 这个无神论这一关呢 怎么从无神论 到有神论 这是第一个啊 第二个 从从从进入有神论 那么多神 你为什么就选择 耶稣基督呢 你怎么没选择 释迦莫尼呢 你没选择 莫哈莫德呢 那这又是一个问题 就要进身到另外一个层次 对不对 那你选择了 这个这个认识了 这个基督教的 你怎么就知道 耶稣基督是为你而来的呢 他又问这个问题 那耶稣基督 他又天堂地狱啊 又问一些问题 你这里边可以 加上你的生活的见证来讲 就很自然的讲 很自然的讲 那么做见证 是神的吩咐和命令 对不对 就是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做我的见证 那做真见证呢 是救人的性命 真言书十四章二十五节 把你得救的经过 告诉别人时 就会有人也受感动 也会来接受 耶稣基督做他救主的 这是做见证的一个特点 我们就看这几个特点 然后我们再 我先来 我看啊 等我下一页 我看啊 那做个人见证时 第二要注意的事项啊 提前准备好 自己的蒙恩的见证 直到能够主动的讲述为止 那么这个 自己的见证 虽然是真实的啊 这是你经历过的 可是你还要把它想一想 那个当时怎么更准确 最好你把它用文字 把它写下来 当时你怎么接受主耶稣的 一般的你要进入神学院 神学院都会要求 你我个人的见证 对吧 你们都写过吧 一个个人的得救见证 还有个人的蒙昭见证 那这个见证都要写 这个见证就是真实的 那么真实的 你的得救是怎么得救的 这个我们都比较容易写 蒙昭的 怎么蒙昭的 这个也要写 这个见证 所以当我们在讲见证的时候 首先要准备啊 这个准备到 很熟练的讲述它 很熟练的讲述 不是我想我想我想 那当然怎么回事了 那没想明白呢 他就开始打折扣了 他就对你这个见证 你这个都没想明白 你是不是为了应付我 你就编一些东西啊 你就提前要想好 挑重点 因为见证太长 我们新主十年二十年 太多的经历主的事情 那有些可能会搞混 有些有些这个可能忘得差不多了 有时就把时间地点说错了 要好好想明白它 把它弄好了 别错了 一错了就有魔鬼钻控了 魔鬼钻控了 那么这个 不要过分强调自己信主 现在最终的生活 那么重点应该放到 从生后的变化上 这是我的体会 那因为我们有时讲述人 需要时间的问题 我们也常常请人来讲述人 教会 比如我讲到之前 我会有十分钟 给某人讲述人 这人讲述人 本来我想希望他讲到 他生命成长这一步 但他就讲到过去 没信主之前 一下子讲十分钟 是二十分钟还没讲完的 还没信主到 还没遇到耶稣基督呢 讲了 那你这时间就不够了嘛 所以总要 你就把他 没有信主之前 顶多讲三分之一 那你信主的这个感动 你要讲三分之一 信主以后的改变 再讲三分之一 你把他这个比例 给他 对吧 卡卡卡 三段给他切 切完了给他切 这个切这个 这个比较整齐 那当然你可以分布在 整个的谈道过程中 不是通过建政奖 还是通过数灵数灵律 那谈到罪的时候 你可以讲到你信主之前 对吧 就是讲我在罪中 是怎么样子的 那我怎么认识的罪 那谈到这个 这个 接受耶稣基督做救助 你谈到圣灵怎么感动你的 你怎么接受耶稣 这你就 就这第二段 那谈到信了耶稣基督怎么样 你讲我信主耶稣以后 我生命的改变 我也希望你能够这样 跟我这样学 这样去做 你知道这不就是 这个三段 你就可以整个的囊括 在这个这个谈道中 我认为最有效的方法 还是见证加上数灵数灵律 是最有效的 最有效的 你把这个数灵数灵律用熟了 把自己见证也放在里边 那你因为你谈的人不一样 你今天谈那个 你明天谈那个 你都用同样的见证 他也不会觉得重复 这个重复 没有办法 有时候见证就是一样 你不能 你是重复也没办法 所以我到哪里不到 他们都希望 我说把你生命见证带出来 你不能够关讲道 讲到了我们请你 我们请别人能来讲道 我们就希望大家听到 你当时信主的见证 所以我就到哪里不到 没去过的地方 就一遍遍讲我的见证 所以有人挺烦 网上就是说 你也不会讲别人 就会讲你的见证 然后你这个老有忘不了 仇恨 你一讲就六四 那我说这个 其实我也不是忘记不了仇恨 我早就忘了 可是我不讲六四怎么办呢 我也不是七次信主的 我也不是五次信主的 我就六次信主的 我过都过不去 逃不了 没办法 那所以我到有一个教会 我就不讲我的见证 我讲了三堂 讲完了 当然也有人信主 牧师就觉得特难过 我说我把你请来了 就是让你讲见证的 你怎么就非得讲 讲道呢 讲道谁都会有 请谁都可以来 我就要听你的见证 很多弟兄弟们来了 就要听你的见证 那我一讲 我一讲我的见证 一讲到六四 有人就不高兴 说你怎么老是忘记不了仇恨 我说那没有办法 我就是那时候信主的 不是忘不去 我就必须得讲 那时候 我那时候得救的 绕不过去的 那就是我真实的见证 我说把六四改了 我说四六信主的 那不对 那就假见证 对吧 这个见证真假 就是这么回事 没有办法 躲不掉 像有的人在婚姻中 失败时候信主的 你躲不掉 你不好意思 你就是这样的 你在那时候 你遇到主耶稣 在你婚姻失败的时候 在黑暗的时候 没有人爱你的时候 耶稣爱你 对不对 那有人在病痛中信主的 你躲不掉 不管你的病多 羞于其耻 像保罗他都没说 你知道吗 但是你还是要讲到 那时候信主的 没有办法的 真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呢 不要过于强调你信主之前的这种罪 在罪中的挣扎 你看我讲 我讲我的见证 你们很少听到我在讲我信主之前 我在罪中挣扎多长时间 我没有那么写 我就写我信主以后 我这个六四以后 我破碎 我遇到主耶稣 那个那段的过程 那段的过程 那段的过程是最最最最惊人的 因为你过去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 遇到耶稣一种那种死抓狗 那种那种自己的内部的那种 那种心理的活动 那种那种斗争 那种最后顺服 最后认识主耶稣 这个是不容易的 这个不容易的 所以这个这个见证要要要讲 怎么过程 我们也不说一次就一下就相信 那么容易 我们今天信了 明天又怀疑 后天又又又信了 后来又怀疑 总是这样一步一步一步往前走 最后有一天突然圣灵感动 打开我们的心上 真的是看到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我们自己是何等的污秽 遇到他这个真理 是真理之光照到我们 是何等的喜乐 完全生命 反而一个更新改变 从生 这个圣灵充满我们 成为从生的生命 那这个很重要啊 就把它放在 不要把重点放在 信主的过程和从生以后的变化 那么第三 做见证的时候 不要批评其他的人和教会 哪怕你说的都是事实 我们有的时候就 哎呀 那个教会 他妈不对的 这是不对的 这个 还没等让人信主 不要去那教会啊 那教会有问题 那教会 那教会的牧师怎么样怎么样 你是为了想 让你们教会成长 可是这 你已经羞辱主的名了 你那个人 肯定是不会信主的 他觉得我本来就在世界上 挺纷争的 世界上 你打我 我打你 民打 攻打 民国攻打国 然后这个这么不满意 我来到教会 你还没等进来呢 你就这样 我不来了 我找个新鲜地方 我干脆找寺院出家吧 什么事吵 你和人可不可以说别人的 和人如果说别人 那个主持是不会让的 对不对 和人是不可以这样的 对不对 那基督徒呢 就容易顿断 为什么保罗圣经里讲这个词 叫论断 说那么多 不要论断 不要论断了 就因为教会里太多的论断 我们太多的自以为一 所以 所以你当你去讲见证 你就谦卑的 千万不要站得很高 老去看别人 那就麻烦了 那人就不信主了 千万不要说 尤其这个 这个一个教会 你要想增长 千万别说旁边教会不好 那是势得其反的 那个不会有人信主 不会来你教会的 你那么一说 你就觉得你这个心胸很狭隘 人不会来你的教会 所以我们就能够说 其他教会好 那么有个见证说 有一个牧师嘛 讲道理批评旁边的教会 那教会增长太快 他的教会越来人越少 他就批评了教会 说那教会 虽然人多 可是信仰不对 神学不对 哪都不对 我们这个准确 你准确怎么人越来越少 对不对 结果后来有一天 圣灵感动他 让他不要再责备对方的教会 而且为对方教会的祷告 他就跟同工们说 这个圣灵感动我 以后我们祷告 不要为自己祷告 因为对方教会祷告 对面教会祷告 大家说牧师 你是发烧了吧 人家增长那么快 你都快没人了 你还为人祷告 你好好为你自己祷告 他说我也不懂 圣灵就这么感动我 让我为对方祷告 那我们就顺服好了 结果就越祷告 他的教会人越多 你看到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教会 那教会坐满了 坐不下去 往他教会坐 什么道理你知道吗 就神的国度在增长 那你说 这个大家一个大教会 把周围小教会都击垮了 都跑他那去 有意义吗 那只有神的国度 还是那么多人吗 没有增长 所有的神的教会都在增长 这是神所期待的 那神的国度就增长 所以我们不要到别的教会 抢人挖人 我们最重要是在 未得之民中 没有信主人 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这是咱们传福音的根本 为什么传福音呢 而不是传教会 传教会 就是我教会比你教会好 来我教会吧 那传福音就是 耶稣基督比我们好 那我们信耶稣吧 那就不一样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这个 不要批评其他教会 尽管你说的是事实 你都不要说 你看最近这个 网上这个报道啊 这个韩国某牧师出问题了 这个新加坡某牧师出问题了 这记者经常采访 我说我不讲话 我说我没资格 他不是我的仆人 我也不是他主人 他是主的仆人 他犯错了 他面对主 另外我说我了解吗 我就看法庭判决的 我就觉得是对的 今天的法庭判决 就一定是对的吗 法庭有多少冤假错案呢 中国的法庭判的 哪是对的 我告诉你 你看看去 哪个是对的 文化大革命 判的百分之百都错的 不要说百分之百分之 中国文化大革命 所有判的刑 有对的吗 全是冤假错案嘛 对不对 或者政治斗争 那今天判的呢 有多少是对的 判官本来枪毙的也没毙 老百姓本来没罪 判有罪 多了 你不一定 非得相信法庭 法庭今天美国的教会 你只要告牧师 你一定赢 告诉你 美国的法庭 今天特别歧视基督教 你一遇到这个 这个告状的 他就判你对 就判教会错 所以美国的法院 现在非常的败坏 你知道有一个 告教会的 举个例子 所以讲来 牧会的时候 你们要小心 这个不要涉及到 这些法律问题 所以我们 我们做主的工人呢 就是 把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 我们不要轻易审判人 我们不要轻易 包括会友 也是如此 既是他的罪中 我们也应该 本着耶稣基督的 这个这个爱 像像约翰福音 第一章 第八章 对那个 犯了接音的妇人 耶稣说 我不定你罪 但是以后 不要再犯罪了 教会常常会定人罪的 如果一个人犯了罪了 那我们教会说 为了保持教会的圣洁 没有错 可是但你怎么做呢 你要小心哦 这个事情 你要小心啊 教会是圣洁的 没有错 可是如果你这个 律法主义超过了爱的话 你这个教会就 就不成其为教会了 教会你 他有这样的罪 你有那样的罪 他你啥罪都没有 你肯定觉得好 你就骄傲 你更大的罪 我告诉你 所以这个 这个长老就是犯了 这么一个错 他们教会有一些姐妹 离婚了 在没有结婚之前 就跟别人同居了 这个被告到长老这里 长老就 就找他谈话了 找他谈话 那个姐妹说 是啊 我是同居了 可是我 我退出教会 我不介绍教会 就完了 你管不着我 那就完了 那就不要管了 那就退出教会 就完了 长老就 就给我气厌不下去 退出教会 造成不良影响 他就在主日讲台上 就说了 这个妇人 这个姐妹犯了淫乱 如何说 当然人家已经提出 退出教会 你再这样说 就已经不合适了 对吧 就这女的把她告了 告到法庭 赔款一亿美金 这么多 这对她名誉 制一亿美金的 法庭判她赢了 你看见没有 因为按照他们 这个教会的宗派 是长老会吧 规定 当你申请加入 成为member的时候 如果你教会 没有member 你还真就管不了他 你还真不能说他 如果你有了member 你可以按照章程来要求 如果你教会 连章程都没有 你就更没法管他 因为你没有法律依据 你真的做道德的评判可以 但你一设到法律 你就麻烦了 所以教会 所以你要小心 千万不要 在这事情 让魔鬼钻控 然后呢 这个判了他们赔五千万 教会有五千万吗 没有吗 那定属 辛苦 奉献的钱 就因为长老这一件事情 全给赔了 那了得 后来教会 先破产 就得破产 破产了 唐也卖了 当然这个女人 她要有一天面对主的 她要被审判的 或者怎么样 没问题的 可是教会受损失 所以一个作为一个教会领袖 要为自己谨慎 要为全群谨慎 除了保持教会的圣洁 你考虑今天所塑的时代 这是一个真实的case 这我在神医院的时候 我们院长跟我们讲的 所以你们在幕会的时候 要助理处理别人纪律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在爱的里边挽留 而不是说这个当面羞辱人家 当然大家面羞辱人家 这不对 所以要小心 这个要小心 所以包括这种事情 我们都 包括你别说神的教会 你更没有资格批评 所以我们像别人传福音的时候 千万别传你的宗派 别传你的 甚至不传你的教会的神学 你传的就是单纯的 耶稣基督病他定时的家 就是我们所说的福音 这个福音是超越宗派的 这个福音是超越 这个所有的神儿女的教会的 那是在他们之上的 这不是在你教会的律法 里面管辖的 所以你不要传这个东西 你传这个东西 传的肯定是错的 我们很多人像 异端传的都是自己宗派的东西 宗派是什么样 这样那也不行 那也不行的 这个规矩 也把人吓坏了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 那么 做见证时尽量避免一些 不必要的小动作 如摸鼻子呀 一会扣扣鼻子 这个摇晃身子 抖动腿呀 这些小动作都会影响 对方集中精力 听你的见证 那么然后呢 心里也常常的仰望神 莫倒 这个在为他祷告 就是这个人可能 在谈的时候 你就突然发现 哇 这个火星子就开始出来了 而且这个人特别的顽固的时候 你就不要跟他辩论了 辩论是没有益处的 你把他辩倒了 他就不信主了 你要自己被他辩败了 你还很没面子 所以就别辩了 就祷告 祷告 喝点茶 转移点注意力 先把这个问题 说我们这个问题 好像我们谈的 有点 有点这个 好像有点 我们谈的有点 这个我们两个 可能看法太远 我们谈这个问题 谈另外一个问题 你可以稍微转移点话题 然后再回来 这都可以的 就是灵活 你怎么去灵活 灵活的运用 然后呢 第三 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 言传不如神教 神传 那有一个伟大的 这个人物叫圣奥古斯丁 是不是圣法兰西斯 大家都知道 他的门徒 有的人说 法兰西斯教我们讲道 教我们怎么去传道 法兰西斯 好 跟我走吧 他就在马路上走一圈 在城市里转一圈 就回来了 啥他比说 他穿的这个破衣服 你知道 他在前面走 很多人就跟着他上山了 跟随耶稣 那门徒们就说 哎呀 我这个什么都没学着 你没告诉我们 这个法兰西斯 你看我走了一圈 就很多人跟我上山了 他们就被我们的这个生命吸引 所以我们弟兄姊妹的这个 这个生命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在这个生命里边表现出来的 这个就是你的熟人呢 包括你的邻居啊 同事啊 同学啊 朋友啊 特别了解你 你比如说 为什么像亲人传福音难 告诉我 特了解你嘛 你什么臭毛病 他一清二楚的 对吧 你像你姐姐妹妹 爸爸妈妈 儿女传福音 都不容易的 对不对 你要求你儿女这样的儿女 觉得这个 你也没做到啊 对不对 儿女的眼睛可贼了 你知道他看着你 别以为他不吱声 他不知道 你夫妻吵架 他就一清二楚 记着 知道吗 这个你在家里边 这个这个吵架 然后你这个就告诉儿女 你要爱 儿女 他学不来的 他学你吵架的 他不会学你爱的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要像亲人传福音 比较难 那我们做神学生 我们更要注意 我们的这个品格 因为你 神学院 我跟你讲 神学院最重要的三年呢 除了神学知识以外 是你学怎么做人 神学院就是像一个 我们这个神学院呢 我说的 我觉得 我说实话了 我原来王院长 常常跟我谈 我也理 我们这个神学院 对学生的管 管理是比较松的 因为我们有训导长 我们也没有宿舍 就自然的生活 你要在 我们原来的神学院 正道神学院 那我们有训导长的 那你同学 发生吵一次架 那了得了 那立刻就处理 不行开除 立刻开除 这个学校非常严的 那我们这个 王院长是有恩典的了 给你们 太多恩典了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要自己 要为自己谨慎 也为神愿谨慎 这个 你看这个 这个我们的训导长 原来我们记得训导长 张德权啊 严厉的很 我结婚他都不让 那时候知道吧 当然不让啊 第一年新生不可以结婚 就是规定 需要规定 Full time的 学生第一年 是不可以结婚 因为你没有 接受到学习状况 就结婚 那我们俩都快四十了 那个时候 也不结婚 一年比一年老 对吧 这个 后来我们就 忍耐了半年 我们就搬出了神学院 搬出神学院 我们就在外边 找了一个房子 然后我就把这个 我的这个 这个 Full time改成part time 13个学分以上 算Full time 11个学分以下 算part time 我就少修两个学分 修11个学分 所以我结婚婚了 我就再又改为Full time 那我们的训导长 来参加婚礼的时候 就说 这个 这个学生结婚 我今天来讲 他这个人也不太会说话 他说 我不会讲祝福的话 这个 这个 所以 这个很厉害啊 你看我们的训导长 他说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在我们学校 他已经破坏了学校的纪律 你说 这婚礼上 这么说话的人 讨厌 是不是人呢 你啊 如果 林哥结婚 我就到时候 给你来这么一句 林哥就不气死 你知道吗 恨我一辈了 什么目的是啊 对吧 后来我们俩成了好朋友 我说 你这嘴 你这臭 你知道 就当最怪物人 当训导长 训导长就得罪人的嘛 他要坚持一个原则 得罪人的 你知道吗 五点钟 邦邦邦邦 挨个门敲 起来祷告 起来 起来了 睡正热乎 昨晚坐作业 坐到一点半 四点五点钟 起来祷告 他挨个给你敲门的 你住在学生宿舍 你别想好 我告诉你 然后我们有一对 大陆的夫妻 更有意思 找我说 这台湾人 这个像特务似的 我说 怎么叫特务 他说每天听我墙根 我说怎么听你墙根 他说我们俩经常吵架 那所有的话 他们都能知道 我说那怎么叫 听墙根 你不吵架不就完了吗 这个学生是我推荐去的 一个大陆学生 台湾的同学们 因为我们的宿舍 是一圈嘛 楼嘛 中间是游泳池 大家走路呢 不能走游泳池嘛 都在你的走廊底下走 那你吵架 他真的就听着 听说他这样听一会 听会就报告训导长了 吵架了 他说 男的说说吧 女的说什么 那训导长一说 他又不能抵赖 他就是那么说的 完了 你吵架了 就辅导你呀 吵架 不行 你想不好 他就很生气 让台湾的同学 听墙根 我说你这个 你不能怪人听墙根 是因为你的学校宿舍 就是这样子的 人不是故意听墙根 你吵架那么大声 人家谁听不见呢 对不对 就你再小声 上帝也听见了 听墙根怎么了 对不对 你就得改变自己 不要扮演别人 对不对 你不吵架不就完了吗 你在里边爱的 你浓我浓的 他听墙根 他告诉寻导长 人家夫妻真相爱 这不是好了吗 是你自己有问题吗 对不对 所以你就看到说 我们要真的是 在这种熟人 邻居同事同学 朋友面前 我们要有见证 有改变 首先有改变的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个 基督徒很重要一点 我觉得就是一个诚实 这个诚实 我还要讲这两个字 诚实非常重要 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 同学啊 弟兄姊妹啊 我们在中国 因为这种环境复杂 这个政府的这个高压 我们就或多或少 学习撒谎 我们把这撒谎叫做什么呢 叫做灵巧 语如蛇 这个很属灵 灵巧如蛇 其实灵巧跟撒谎 是两回事 在美国 今天已经不需要你灵巧 需要你的是诚实 所以弟兄姊妹 不管遇到什么事 我们就诚实相对 因为当你诚实时间长了 你发现因为 你讲来你幕会 你一个牧师 你住的就是在玻璃房子里边 你是个玻璃房子里的人 你的太太 你的孩子 你的家庭 你的所说的一切 都是在别人的眼光之下 一个人的眼光有限 一百人眼光就看得越来越全了 那有一千个人看着你呢 你就更惨 我告诉你 所以你最好是诚诚实实的 大家不管怎么看 我都是诚实的 我的不完美 也是诚实的 我就是不完美嘛 我为什么一定要那么完美呢 我错了就是错了 我对了就是对了 所以诚实以待 诚实以待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当你是一个诚实的人 你去传福音 那个人就愿意信服你 所以保罗要求教会的领袖呢 在校外有什么 有好名声 这个也很重要 在校外也有好名声 如果你在校外没有好名声 那你传福音的时候也很难的 所以我们要训练大陆来的同学 我们训练我们的诚实 训练我们的诚实 刻意的诚实 就是不要这样在国内的时候 国内的时候 有的时候这个圣灵感动 你说一些这个话 那么躲避一些逼迫 这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也我觉得 如果诚实会更好 我记得我 那天我听的一个故事挺有意思 一个越南兵 越南翻译 美军翻译 这越南翻译呢 北越一统一越南了以后 就把他关起来 因为给美军翻译嘛 就属于汉奸 越奸 这个越奸呢 判了20年 监狱里边 后来他就被放了 放了以后 他就做了个法子 想逃跑 想偷渡 偷渡到香港 从香港再转移到美国 因为他是美军的翻译嘛 他跟美军有这种感情 有认识的人 逃跑 就他坐好了船 有一天 这个士兵就冲进来了 说你是不是想逃跑 偷渡 他说没有 我没有要偷渡 士兵翻了半天 没翻出什么东西了 他把船藏在那个河边 士兵没找着 那士兵走了 他心里就有责备自己 基督徒嘛 为什么要撒谎呢 我就是要逃跑嘛 为什么我不逃跑呢 下次来找我 就说我要逃跑 愿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城市 你说这傻是吧 那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就过了两天 那三个卫兵又来了 筐踹开他的门 说你是不是想逃跑 抓着你证据了 他就说我就是想逃跑 你怎么了 我就不想在那待了 我就想找一个境外神的地方 那三个士兵说 我们也想逃跑 咱们一起逃吧 没船呢 你听说你造了船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拿枪就压着上船 他们就跑 结果这阅兵来追人 三个越南兵拿冲锋枪 把那追的人打退了 还打了 杀鱼来也打死了 反正一路上遇到很多风险 三个士兵保护了他 然后他们逃到了美国 你看挺好 城市多好 Amen Hallelujah 然后逃到美国当了传道人 那三个兵都当了同工 后来都成了长老知事 你看 你看 这不要撒谎嘛 所以我们 你如果今天你面对回国 面对共产党 这个 就成成实实的 我就是来传福音 有什么关系呢 我传的就是爱的福音嘛 有什么关系呢 那你要判我就判我 像 像彼得在这个 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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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法国 大这个 这个大祭司的面前 和这个 这些 这些 这个 这个 政府的面前 所说的话 一样 成成实实的 我回国 他们这个 这个 把我扣了 在 在那个 我说 你就 你就判嘛 对不对 你该判就判 我说我都不上诉 他也不判 他没辙 那你 那我就说 我就是啊 那我就 那你要判就判吧 对不对 我就是我 你要怎么样怎么样 他也不判 请我吃饭 请我喝茶 劝我回美国 哎呀 劝啊 劝 我劝又劝的 我就不回 后来强行冒 压飞机上去 你知道吧 那我没办法 那我就得顺服 我不能跟人搏斗嘛 这个搏斗 也不像基督徒的样子 对不对 当 耶稣被迁到宰杀之地的时候 怎么样 默默无声嘛 咱们也是嘛 那就上飞机不就完了嘛 这个基督徒就是这样 成成实实的 所以 当你的 熟人 邻居同志朋友 看到你的改变 他会惊讶的 所以这个对你谈到 非常有效 你看我爸爸妈妈信主 我爸爸能够信主 因为我的改变 我小的时候是我爸爸 最不喜欢的一个孩子 捣蛋嘛 天天跟他辩论嘛 这个 让他不喜欢我嘛 那所以我爸爸也不喜欢我 后来我爸爸看到我信主 以后生命的改变 他就信主了 他就说这个孩子 如果没有神 他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这个孩子 我是我爸爸最小的儿子 那小儿子会有什么毛病 知道吗 小儿子被宠嘛 对不对 小儿子哥哥姐姐都宠嘛 我从小都不会洗衣服 都我姐给我洗 我啥都不会干的 这个都是打架 打败 他有哥哥出来帮我打 你知道吗 这个所以从小都是被宠的 那后来成了牧师 牧师是教会是干什么的 是大家倒垃圾给你的 你知道吗 你应该像大姐姐大哥哥一样 你知道这个才可以 你做一个小儿子那样是不可以的 所以就改变了 对不对 要改变 那神会改变 我给我们恩典的 我要改变 改变 那当对方出于生病 失业状态的情况下的时候呢 所以我们这个 要去关心他 要关心他 也用我们的见证来鼓励他们 所以在特定的情况下 言传不伸传 所以某些时候 环境非常险恶 不允许自由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的伸传也是很重要的 可能你不讲话 王明道牧师 在这个 在这个什么 这个监狱里的时候 他不让他传福音 但是很多人也因着他信主 就是他那种信仰 信心 信心就影响很多很多人 影响很多很多人 后来我记得说 那个时候 因为王牧师传福音呢 也处犯了监狱里的 这个纪律 不许他传 王牧师就让 给他单独关的一个房间 关了大概好几年 那后来这个 他那个房间里边 给他送饭 那个警察信主了 就唯一接触的一个人 就信主了 也有这种力量 人家看到一个力量 据说有一件事情 当时就试探他 那时候饥饿呀 六几年非常饥饿的时候 他们都吃那个墙上的虫子 爬的毛毛虫都 都抓起来吃 就在那个时候 这个 这个 有 人就试验这个基督徒 你是不是真的是 这个 这个能够扛住 这个引诱 就派了一个小子 也坐在他那个监狱里边 就给他 那小子拿一大堆饼干 咔嚓咔嚼嚼嚼 王牧师在那看着 那肚子里边没有食物 饿得要死的时候 他吃着饼干 在那咔嚓咔嚓吃 你想这多大的诱惑呀 刺激呀 然后那小子就被提走了 就一大堆饼干 就扔在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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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牢房里 那个人就走了 走了 走了 那外边那个监视的人 就偷着看嘛 对不对 看王牧师会不会偷吃一块 王牧师就坐在那里祷告 一点都不动 动都不动 那监视的人都掉眼泪 你知道吗 我估计王牧师一定会想到 耶稣所说的 人活着不是靠食物 那是靠 这个神口容一些的话 对不对 魔鬼 试探耶稣的时候 不就这样子吗 对不对 你需要拜我 我这个石头就变成面包 你拜我全一切融化 我都给你 耶稣说 人活着不仅靠食物 我想 这个 这神的话的力量啊 最后 你看 这就是 这个 这个我们的 神传 我们基督徒 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 这个是身权 非常的重要 当然我们不应该做得那么完美啊 但是我们尽量去做 尽量去做 做的起码是让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不是故意的做什么措施 而是这个有时不小心 但是我们又慢慢成长 人的成长都是有过程的 是有过程的 来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 第四点 传福音是有些注意的事项 需要 弟兄准备多加留意 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就是第一个 传福音不会马上见效 所以你一定要立刻去 今天就信主 也不一定啊 我们谈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但是我们只要对这个灵魂有负担 我们就一直跟他谈下去 对不对 那我们就谈下去嘛 关心下去嘛 我最近翻译我们风如怀教会也是啊 今天我讲的教会的事 那这个 我们新来人也不少 可是最后发现新来人还是没得到关心 如果每个新来的人 有一个人一直关心他 伴随他 打电话给他 接他来教会 时间长了 慢慢慢慢 这个人就留在教会了 一定的 不用多 你要盯住一个就可以 那我们现在没有做得到 然后我们就 有点像那个 叫 我们东北叫熊瞎子掰包米 这个黑熊掰包米怎么掰 你知道吗 他掰一个夹在嘎酒窝上 然后再掰一个 就夹在嘎酒窝上 再掰一个夹在嘎酒窝上 他最后还是剩一个 这个掰包米 这个他就是这个 这个特点嘛 这样一个 他一抬他忘了 他有 人有兜嘛 都摔兜 他没有兜嘛 丢一个 那我们传门也是 那我们传门也是掰一个 一抓这个去了 这个没了 你看 这动作 所以我们就要把它 真的是把它带成熟 带到主的家中 然后我们再找那另外一个 一个一个的船 那么传门又不一定 马上有收获 第三 传门又不是护教 刚才我们就讲到这个问题了 昨天我们就 辩论一个死人的问题 就辩论了半天 这个这个 就是护教的问题 那你是不是绝对真理的问题 我今天真的上网查了好多的资料 我跟王院长在电话里 讨论一个小时 我们像 像这个所谓像祖先下跪 没有问题 这个一点不符合 因为不违背圣经的 你不是把它当偶像来办 你是当做一种 一种这个悼念 怀念 那王院长甚至比我想的还 还远 比我走的还远 他就说 如果这个祖先 即使没信主的 你都可以跪着 为他祷告 为什么不可以呢 那这个 我就觉得我们有些教会啊 他们再强调这些律法的东西 那当然 今天早上明先也给我发一个很长的 很诚恳的一个 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 有些 我说是没有问题 这也不是绝对的真理 你可以坚持 那我们这个 不要为疑惑的事情争辩 这个 不是太大的意思 但是 当我们看到这个 一个 你知道一个人传福音 很重要一点 就是关于祖先的问题 很多中国人不能信主 你怎么正确的掌握这个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非常非常重要 我今天查的材料 其实有些材料 也 这个是非常著名的 牧师写的 拱民 拱鹏城 拱什么 他写的 写的非常好 他这个 这个祭祖和 敬祖是两回事 大家不要把敬祖当祭祖 又不要把自己的父母死了 就当鬼 当鬼 这个也不能 这也不对 这个 所以 那么这个 对于一个 就出身于 民间宗教的基督徒 我们 容易在这个祭祖和 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 和这个 这个敬祖上 搞混杂了 混杂了 其实 那么 祭祖是很多人 不愿意信主的原因之一 在这个文章 写得很好 他说 可是在我们在圣经中看到 创世纪的时候 亚伯拉罕 买地葬萨拉的时候 约瑟和他的兄弟们 后葬他的父亲雅各 然后用了这个香料 薰了四十天 为他哀哭七十天 那可以想象基督徒 对死者的态度 也是极其尊荣的 敬重的 敬重的 那么这个 这个 另外贵的问题也是如此 那贵的问题 你除了贵有两种 贵的有一种是拜偶像 那么另外一种是尊敬 对长者的地位高的人的尊敬 比如说像帝王下跪 要不要下跪呢 这个 这个犹太人过去 对他们的君王下不下跪呢 他也得下跪啊 下跪 对不对 那么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 西方的这个君王 向自己的君王下跪 我记得伊丽莎白女王 他们那些宣调士临走之前 到他们也是跪着说话的 可是他们到中国 就不向中国的皇帝下跪 那你 你怎么面对这个外交礼仪的问题 所以 当你不 你不遵守这个伦理的时候 这个中国的君王就开始逼迫天主教 天主教就被逼迫 就跟这个有关系 天主教很多宣传是到中国 就不像君王 不像地方 中长下跪 可是那时候中国的伦理就是要 建筑这个掌 就是要跪的 要跪的 那这些问题 就是你怎么看 我这个奖励 我把这文章 我都一没有给你们 这些都是关于基督教的成熟的神学家 写的这个这些讨论 所以是讨论 所以我们对祖先 我们应该是 这个尊敬 尊敬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是这个 不要把局一说 一定要这个守 这个外边的这种这种律法 那他也也也用了 这个这个保罗关于 既偶像吃又不吃的问题 他认为这些问题都是非常有 因为如果我 昨天我讲到史东西上的15章 大家知道15章是关于 讨论吃又不吃的问题 那是向外邦人 尤其那些外邦人传福 外邦人信主了以后 跟有点发生冲突 关于吃又不吃的问题 那今年的基督徒 中国基督信主了 就会面对着 这个对祖先 怎么问怎么样的问题 一定是 如果当时雅各他们 面对中国的基督徒 一定会开会讨论这个 你怎么样是 关于这个 这个拜不拜偶像 拜不拜父母的问题 是把他当 当不当祖先来尊敬的问题 他一定会讨论 一定会同样的 像事物章有结论 我想这个结论的原则是一样 原则一样 当然我说的这个 也不见得说 一定是合乎你的心意 因为我们也 这个圣经里各领受不同 除了救恩以外 除了耶稣基督病他定十字架 这个福音的救恩以外 其他的关于律法的 各宗派所尊敬的东西 那也不一定我能改变你 比如说这个 这个领恩教会跟传统教会 变了这么多年 还是改变不了 彼此不能改变对方 但是不妨碍他们成为主的教会 没有关系 如果你在领恩教会 你就坚持你这些观念 但是你在传统教会 可能你就不能坚持那些东西 坚持那些东西 传统教会就不能适应 所以每个宗派是不一样的 这个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知道 说这个 传福音 不是呼叫 你要说呼叫 你比如说这个 我昨天我就很遗憾 就是那个民贤 传那个局级干部 就因为一个 不能向爸爸下跪 就不信主了 我就很遗憾 可以不谈这个问题 就直接跟他谈 耶稣基督的爱 耶稣基督的救恩 让他信了主了以后 他生命成长了 他就自然而然 他知道怎么去处理 所以我们突然把这个问题 说这不可以 那你这样就 就违反了基督教 其实你说的 也不见得就是基督教 结果那个人就不信主了 他就失去这么好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未来 传福音说 关于这些问题 最好不要去争辩 保罗说 不要为疑惑的事情争辩 那疑惑的问题就是 没拿准的 圣经没有明确规定 就是疑惑的问题 那明确规定 我们就绝对遵守 但是疑惑的问题 明确规定 不能吃血 我就不吃血了 我就五根长腕 就改豆腐呀 对不对 但是这个其实 我即使吃血了 一点不妨碍我 我爱耶稣 也不妨碍我坐传道人 可是因为生计有规定嘛 我就不做不就完了 可是吃了又吃了又等怎么样 前两条是绝对不能违背的 第三条第四条 很多人都违背了 勒死的动物 你知道你到餐馆吃 是不是勒死的 你怎么知道呢 你知道它怎么死的 你不知道嘛 对不对 餐馆就这样嘛 我在餐馆里坐过 那么 所以我很少 我不太愿吃餐馆里的饭 我知道这怎么回事 它菜从来不洗的 你吃那什么 那个什么 干扁四里豆 从来不洗的 你吃那个什么 芥兰花 永远不洗的 没有青菜是洗的 你可能吃播 它会洗一洗 它有泥 这些没泥的菜都不洗 为什么 一洗了一炒 就不新鲜了 就不漂亮了 你懂不懂啊 你懂吧 对吧 所以 餐馆里的东西 不是那么好干净的 但是 通过高温 消毒了 高温消毒了 你就凭信心吃 你要不凭信心 你吃完了 我现在到餐馆 我就会想 这个大厨 是不是也像我 当年餐馆大厨 那么脏啊 一边醒着鼻涕 一边炒菜 不会啊 不知道 你知道吗 是吧 所以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就很重要啊 所以 第一种准备 不要传福音 千万不要互叫辩论 我告诉你们一个秘诀 传福音就是不要互叫 因为他本来不懂 他不是异教 他不懂 你就跟他传福音 那他讲那些 似尔非的东西呢 那你就跟他 明确地讲清楚 关于福音 不要跟他 关于一点小的 直接辩论 有的人会 会给自己 这个 为神辩护 其实神不需要辩护 神需要的是 见证人 神需要的 不是辩护律师 对吧 神需要辩护律师吗 神需要嘛 神需要你 讲我的见证就好了嘛 真重要啊 有问题吗 那你这边 保罗都已经说了嘛 既有这样的东西 可以吃嘛 你凭信心吃呗 你没有信心就不吃嘛 你有信心就吃吧 当然了 祖先怎么是偶像呢 你千万不要把祖先当偶像 这两回事 敬祖跟祭祖是不一样的 你的出发点很重要 就你一来了 你突然想到他是偶像 那你就 你就不要做了 那你不是 这个 这个 这不是 那你是这么说的 那保罗说的很清楚嘛 这段是保罗有教导的了 关于既偶像之物 吃还是不吃 你看保罗讲了嘛 你有信心的 你就去吃 吃的不要论断 不吃的 不吃不要论断吃的 那你不要烧纸嘛 我昨天又没 不是我昨天没同意你们烧纸吧 我昨天说烧香 我昨天讲鲜花 你因为你是主导嘛 如果你基督教来主导 这个关于祖先的这种 如果你扫个墓啊 你按照基督教的仪式嘛 可以的 那你不是 你这个 哎 这个是保罗的教导啊 这个我们就按照保罗教导了 保罗说 既偶像之物可不可以吃 那不是讲得很清楚吗 对不对 所以你就圣经教导就对了 不要按照你的教导 你的教导肯定是错的 圣经的教导一定是对的 对了 你这个合乎道理 你如果让别人跌倒 保罗也说 我宁愿不吃 保罗说 你如果怕别人跌倒 你就最好不要吃 如果你自己 等一等啊 等一等 如果我们自己呢 如果没有信心吃 你也最好不要吃 对吧 你没有信心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嘛 我们今天谈的还是传福音啊 我如果我为了得一个灵魂 我宁可软弱 这是我的观点 我没觉得我违反了圣经 我为了得一个灵魂 我宁可软弱 但是我不说 我为了得一个灵魂 我一定拜偶像 我一定犯奸淫 我跟他一起去 去去一些赌博去 咱们就哥们 还是信主了 这也不对 这我知道 但是在关于这个问题上 我宁可 宁可我为了得这个灵魂 我宁可说 我我可以去吃那个 我跟他一起吃 因为我有信心 保罗说 犯不如信心的 就不要吃了 因为不出于信心都是罪 你自己自己的 既然怀疑你 不要去吃嘛 不要去做嘛 你就不要像这些人传福音嘛 你就传不了了嘛 上帝不会用你的 上帝用你在别的地方了 就不用你在这了 对不对 好吧 我们看看 传福音不是呼叫 这个文讲不是呼叫啊 传福音 你跟一个不信主的人 你讨论的东西 一点意都没有 一点意都没有 你知道吗 他根本不了解你在说什么 他觉得你在批评论断他 我干嘛找你批评论断我 所以你在传福音的时候 不是呼叫 呼叫是对一端 已经信了信了神的人 他说神是那么回事 跟你说的不一样 你可以准确的呼叫 但对一个不信主的人 你不是去呼叫 你是传福音 把爱给他 你的爱是这样一切的 爱是这样一切 你爱一个灵魂 可能你胜过这个遵守律法 对不对 上帝说你爱是胜过一切律法 你爱你一个灵魂 你是胜过一切遵守律法 你遵守律法是不能得救的 遵守律法能得救吗 律法是不会让人得救 律法让人知罪 恩典才是让人得救 所以我们要在恩典中成长 你也得给别人恩典 所以我们基督常常用拿几个 这个很高的境 其实我们自己都做不到 我们要求别人去做 对不对 这个就很麻烦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做 这个诚实的人呢 做一个见证人 你的生活是什么样 别人看得很清楚 当你要求别人的时候 你要做不到 你就别要求了 对不对 你可能在这方面 你做得很好 你不吃偶像物 你看在别的方面 你可能你做得不好 人家别人看着你的 对不对 这一定要小心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传福音 我讲的不是护教的原因 就是不要把这些 你现在今天就关于吃不吃 基督徒的争论是这样 你跟穆德尔说有意义吗 咱们吵架吗 能传福音吗 对不对 你如果三个人去传福音 你说这个 那人说不对 你说错了 完了你们别来了 拉倒吧 你们三个就最好别来了 那你说你还传什么 他传一半 你说不对 那个听的人就笑了 你们搞病不再跟我说吧 好不好 你统一一下思想 你统一一下思想的跟我谈 所以这些关于教会疑惑的问题 我今天讲的是个人谈道 我不是跟你讲这些 其他异教的东西 我没讲这个 我讲个人谈道 我讲个人谈道 就是你个人谈道的诀窍 就你要注意 不要做呼叫 就是这意思 我这讲的 你不要转移话题 我这是个人谈道 个人谈道 你怎么有效 像一个不信主义 对基督教一无所知的 什么偶像之物 什么都不知道的 什么基组都不了解的 我就是一个中国人 你无神论者 像我怎么传福音 那有神论者怎么传福音 追求真理人怎么传福音 不追求真理人怎么传福音 我们有不同的方法 但是这些要注意的 讲坚证的时候 传福音要注意的方法 这是我要讲的 所以咱也别辩论了 辩论了 你们也不见得服务我 我说你们不见得听 坚持你们该坚持的就对了 好不好 那传福音少谈政治 这个很重要 这个传福音为什么要少谈政治 因为这么会引起不同看法 政治不是不好 政治是众人知识 可是要说政治就有不同看法 所以政治是公众事务 众人知识就有不同看法 那为什么我们要谈政治呢 谈政治就会影响传福音的果效嘛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 千万不要谈政治 我现在看到我们的网 微信上谈政治的东西太多了 约德来多了 所以我觉得你们管微信 同工你们要cut掉 有的名字起的也不好 什么叫什么 叫什么了 这怎么能放在咱们的 风如华教会的网站里 叫谁 谁是匪呀 我们都是要得救的 救人灵魂的 即使人是罪人 也要救人灵魂 把它删掉 赶紧删掉 不是我们教会的人 以后你要管理这个事情 而且你们在教会里边 教会里不要谈政治 我在教会里 你说我自教会 这十多年 我从来不跟他们谈政治的 如果我遇到王丹 他们这个政治圈 大家谈谈政治 没有关系 因为你不是在教会里 你就谈谈吗 可是在教会里 你牧师谈政治 这就不合适了 我就不合适 我是很少谈政治的 我讲建政没办法 我跨不过六四 我是六四信主的 那有人管我叫政治牧师 就因为我一讲建政 就有六四 我那没办法 那如果我五四信主的 你就说我是文化人 六四信主的就是政治 那这个也不公平 那你什么是信主的 那你没办法 这个我们躲不掉 但是我们不再谈政治 中国怎么样 我们就为他祷告 再坏了 在神的眼中 都是要怜悯他们的 对不对 再腐败都是怜悯 批评不解决问题 批评就恩才解决问题 批评怎么能解决问题呢 批评谩骂 看热闹都不解决问题 你真正爱灵魂 像保罗为我的同胞 古若之亲 我自己受咒诅 于基督分离 我也愿意 那保罗 保罗说一个同胞 是包括谁 包括所有的 包括西律王吧 包括不包括呀 包括的 我觉得应该包括的 那我们今天为中国的 古若同胞 包括习近平啊 胡锦涛啊 包括嘛 对不对 那如果习近平信主 那这个 如果习近平能信主 能够悔改得救 你让我与基督分离 我也愿意 那中国不就都得救了吗 牺牲我一个 下地狱 没关系 大家都上天堂了 有什么关系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讲建造的话 不管我们过去背景如何 我们来到教会就不再讲这个问题了 尤其我们丰盛华教 更要小心 因为你们的牧师是因为通缉犯 通缉犯 本来就是你 你躲不掉的 这个政治色彩 对吧 所以我尽量不讲 我很少讲 我们这个丰盛神学院的 很多学生爱讲这个东西 知道我都知道几个人爱讲 我就不说你们的名字了 有的毕业了 有的没毕业 我就说没有益处 对你幕会没有益处 对你生命成长没有益处 对你与人相处没有益处 对你在外边的这个口碑没有益处 一点益处都没有 我们所谈的就是基督的爱 当我们领受了 我们发现他们没有 我们可以怜悯他们 我们把基督爱传给他们 就好了 所以今天神拣选我们做这个 我们就好好做这个 既然神拣选了我们 我们就按照圣经原则去做去讲 至于世界的事情不是我们 我们不是不讲公义 我们可以讲公义 我们按照神的公义 但是今天的时代 我觉得我们是要多传福 对于我们来说 多传福 多传主耶稣的慈爱 并不是整天老讲审判 讲公义 一讲就把我们自己的观点 加进去了 这个就比较危险 所以我是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 尤其我们神学生 从中国 我知道你们在国内都受过逼迫 有谁为主坐我牢 据说 你们坐我牢 没有嘛 对不对 你算什么 牢都没坐过 你还算什么 对你看 周围主坐我牢的 人家 人家对执政者 人家还是充满这个爱的怜悯的 为他们祷告嘛 但我们连牢都没坐过 谁被通缉的 有没有 没有嘛 还就我被通缉嘛 对不对 我通缉了这么多年 我妻里子散的 我这个 我招了多少苦难 这么多年 我都不跟我夫妻见面 我也没有说那么苦毒的 每天去批评人家 有意义吗 有意义 那你说的好吗 他当然不好 我不会说的好啊 他那罪人都需要福音嘛 你不能说 那个你看那个 那个萨玛利亚夫人 生意没说的好啊 那个犯了淫乱的夫人 生意没说的好啊 可是他需要爱 需要怜悯嘛 对不对 我们就是要 不是他好 我们也盼望的好 可是你做不到 你真的用爱能改变中国 你又恨是改变不了的 对不对 基督教最大的力量 就是爱 为什么今天基督教 有这么大的改变这个世界 就因为爱嘛 爱不是爱可爱的人呢 也爱那些不可爱的人 所以为他们祷告吧 真的为他们祷告 因为 你们说有一天 我要面对李鹏 我要不要 把耶稣的福音传给他 我如果传给他 我要不要爱他 我说我恨你 你要不要信耶稣 他能信耶稣吗 他不会的 你恨我 我干嘛信耶稣啊 你的神恨我 我干嘛恨你 爱我 爱罪人 那如果愿意回改 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你不愿意回改 你于神隔绝 这个没有办法 这不是我们 能够决定得了的 所以传福音的 千万别谈政治 这一谈政治就吵啊 你一谈政治 你就一定会吵的 因为看法不同 对不对 我记得 我们教会来一个人 就问我一个问题 牧师 这个 为什么美国这个基督教国家 就搞老发动战争 你们这基督教 为什么老发动战争 那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为什么美国总统 是不是布什 是那么爱主的基督徒 去发动战争 去杀伊拉克人 这个问题 你听过没有啊 听过啊 那你怎么回答呢 我说首先你搞清楚 美国不是基督教国家 那不是基督徒发动战争 那美国发动战争 那这是个国家 咱们不说美国被打 世界贸大厦被炸 我们都不说 就是这个发动战争 根本不是基督教发动的 我们没有发动战争 第二个 这个总统是基督徒 没有错 可是如果他做了总统 他可能就不能完全 按照教会的方式来做事 他得按照国家的要求来做事 要不就别总统 你做牧师 就好了嘛 你如果一个基督 选择做了政治领袖 你没有办法 你已经身在江湖了 你不可能完全按照圣经 你可以坚持按照圣经 但你明天就不选你了 美国有个总统叫基比卡特 是最好的总统 信仰最好的总统 信仰比布什总统要好 可是他做不了总统 四年就下台了 然后他下台以后 他做的贡献比总统还大 他下台的总统 比在总统日上还大 对不对 后来他下台又获了诺贝尔和平奖 然后他做了好多和平的使者 那真的是适合他 可是他就不能做总统 所以你做政治人物 你要选择你的信仰和政治人物的时候 你就得考虑了 基督徒可以从政 但是如果你成为传道人 你就不能从政 就这么简单 我觉得 你想我还会从政吗 请我做总统 我都不会做 我是耶稣基督的大使 我不比总统大嘛 对不对 我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的使者 我比你总统不会大 你请我都不见得做 第一个我不见得做 我清高 我信主 第二个我做不了 那些现在这个 说实话 你一个学神学 你懂多少国家的经济 你懂国家的军事 你都不懂嘛 你管什么呀 你就好好的为这国家信仰祷告就完了 你别看乌克兰是选了个牧师座 那临时的 他最后还得选一个 professional的管理国家的人物 才能管理国家 牧师是个过渡期 所以我们不讨论这问题 但是牧师做了 因为高兴 谁做 哪个牧师做 我都高兴 远牧师做 我也挺高兴的 可是我不做 我说的很清楚 当我被呼召那一天 我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我不再成为这个世界的领袖 我不是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边 别谈那些争议的事情 好好的这个爱你的国家 爱你国家不是爱那些独裁者 也不是爱那些杀人犯 我们爱的是这个国家 我们爱的是这个国家 我们爱的是这个民族 我们爱的是希望他们这些人 都能够悔改信主 我就有一天 有一天给我 一个姐妹跟我吵起来了 他就说 你这个张博生就讲到错 不对 我说哪不对 他说 那如果希特勒信主 毛泽东信主 也在天堂 我坚决不去 我爸爸是被毛泽东整死的 那我们全家都被他破坏 他在天堂 我还不得继续挨整吗 我说耶稣掌权嘛 他说耶稣是掌权的 可是你这个 撒旦也在那会 我是不去的 我是不去的 那我说感谢主 毛泽东没信主 对吧 你别害怕 他不在那 第一点 第二点呢 你倒过来想 如果希特勒是你儿子 你会怎么样 他是个姐妹吗 他傻眼了 你恨他是你恨的 你恨希特勒恨毛泽东 可是他跟你没关系嘛 如果他跟你是 他是你的孩子 如果你是毛泽东的母亲 如果你的孩子得救 是不是你的期望 对吧 跟我没关系嘛 对 你掉过来想 耶稣基督希望说 我们对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哎 这个希望他们得救嘛 我万人得救 不愿一人成诺 主是愿万人得救的嘛 那我们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边 我们就好好祷告 讨论神的事 至于国家的大事 交给主了 主是掌权的主 我就相信主掌权 短短的二十几年 你看我不喜欢的人 当年害过我的人 不全坐牢了 死的死 下地狱的下地狱 坐牢的坐牢 你看陈一头 坐牢了嘛 对不对 你看坐牢了 我还没能坐牢呢 他抓我 没抓着 他把自己关秦城去了 对吧 坐牢了嘛 那这些 你看这个什么 杨白冰 六四镇压 那个军队的 那个领袖 下台了嘛 下台下得很惨嘛 对不对 你看这些事情 你看嘛 神的掌权嘛 所以你 耶稣圣经怎么说 不要自己伸冤 宁凭主怒 宁凭主怒 不要自己去伸冤 宁凭主怒 因为你一伸冤 你就忘记你的责任了 你直接传福音 带着爱和热情传福音 你一伸冤了 你就走偏了 你就容易传福音 带着愤怒 对吧 你可能本来那人要信主 你看他这小子坏 你最好比信主 信主 我不要跟你在一起 对吧 我们教会 我们都会被人伤害 会伤害别人 我们怎么样去 在主的爱里边 重新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 活成一个新的样式 这个很重要 我记得有一天 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姐妹 我跟你讲 我幕会 就是 就是这个 遇到很多各种各样的人 有的不见得我也做的都对 我这个 我有时候说话也是这个快 没假思考 没经大脑 没心没肺 蹦就出去把她得罪了 你知道有一天 有一个姐妹 带一个老公来做礼拜 老公像个小跟班的 女的走 那走哪 她端着饭 跟着低着头 老公瞅着 比太太起码年轻二十多岁 我看着是这样子 我不是说别人怎么看 就那天 他俩坐在一起吃饭 我就多了一句嘴 我那俩什么关系 明显我不明白什么关系 也许我觉得她是丈夫 可是那么年轻 是弟弟 或者是什么儿子 对吧 我就搞不清楚 然后呢 后来 然后我就 我就说一句最愚蠢的话 我说 这个是你母亲吗 你故意的吧 我都不故意的 我哪个跟木道友 故意这么说话 绝对 神知道 我不是故意的 后来 那个姐妹看我横了横了 就说 这个 我账 然后这个 但是这个 我就对不起 对不起 你看这个事搞 哎呀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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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so sorry so sorry 那我就关心她嘛 我打电话给她嘛 我打电话 姐妹啊 欢迎来我们教会啊 不会再来了 然后说牧师啊 我这个 我不得不安慰你两句 你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 他说我不是故意不去 我是路过你们那 我住在别的州 我就看 到你们看一看 你讲到 不过他说 我这个丈夫啊 就特别省心 啥都不管 就我操心 弄得我这么老 他说他是个很好的人 我们夫妻馆也不错 没有问题 不是 这个 谢谢你来电话 哈哈 这是得的人嘛 当牧师讲话要小心啊 那天又有个姐妹打电话来 我打电话给她 我说欢迎来我们教会 姐妹 她说不会再去我们教会了 我这遇到第二个 我说那 我们有什么需要改进的 你看啊 这个如果你来了一个礼拜 你觉得我们教会 你不来 你一定有理由 原因嘛 你让我们知道 我们也可以改进 没有什么需要改进 这个人不讲理啊 那我说你究竟为什么呢 能不能告诉我 我不想告诉你 以后不要给我打电话了 你说那你来我们教会干嘛 你这人麻烦啊 我刚要放电话 他说 不是啊 我还是告诉你吧 你们教会有人我最恨的 你们教会有一个女的 是我最恨的 原来是我好朋友 她背叛过我 他们一起做生意 钱都被我们教会的姐妹赚了 她没赚着 恨的 所以不会去你们教会 我那天我就 我就说 姐妹啊 你得救了没有啊 她就 你什么意思啊 你这不是论断人 我说我不是论断 我问你得不得救啊 我当然得救啊 信而受以必然得救 对啊 圣经挺熟的 我说好 得救 得救你去哪里 天堂 与主同在 我说那你去天堂 他也去天堂 怎么办 你得救他也得救啊 有一天到天堂 你看到他说 哦 你在这我去走 去哪呢 哎 他说这问题我都没思考过啊 这个蛮有意思 所以你还得学习饶恕 就你不管怎么样 所以 马萨托瑞萨说 不管你受了多少伤害 你还要继续去做 对吧 你不管你饶恕 受了多少 你不能饶恕 你还要继续去饶恕 你不管别人多么亏欠你 你还要继续去爱他 你还得去爱他 所以我们这个 做主的工作 传道人 我们在神医院这段时间 我是觉得我们要 经过一个改变 这是说实话 你可能会被破碎 脱胎换骨的改变 你有一天离开这里 你才发现 这是你一个成长的地方 这个 哪个都是 对于我来说 我这个在台湖四年 那真的是脱胎换骨的地方 那就是这个 一帮台湾人 你不知里面台湾地方怎么样 我是大中国人 遇到一帮小台湾人 还有一些台湾本省人 讲台湾隔矣的那种人 把你破碎的一打糊涂 问你 你们家有没有电视 我说废话 你不认为台湾先进 我们比你们先进 北京比你们大多了 怎么没电视呢 对不对 你不想那么说嘛 对不对 这些都会 你看 有一天我在发言 我在需要发言 发言声音大 我这耳朵聋嘛 这耳朵好使 这耳朵不好使 我为什么讲大声音大 我自己听不见 所以发言我声音挺大 我怕别人听不见 我就大声慷慨激昂 那个老师说 小小声 别像够男杆似的 你会不高兴吧 你会不高兴吧 你怎么给老师 这么没爱心 这么说话 那你会发作吗 那就是你的问题 你不成熟 我告诉你 我就很成熟 我就笑着 对不起 我小惹声 那我讲完了以后呢 有个台湾同学 现在在洛福当主任牧师 王秉鑫 非常爱主的一个弟兄 就跟过来了 跟着我 他看我走 他怕我难过 跟我说 哎呀 不好意思 我跟你道歉 我跟你跟我道歉不见 我台湾人嘛 你们道歉 不好意思 刚老师不应该这么说 我说人家说的没错 我从小就供党杆 从小学 什么少先队大队长 团支部书记 然后就入党 党支部书记 这不是供党杆 我没说错 你知道吗 当然你心里不舒服嘛 可是你要知道 这个文化的碰撞 是对我们有益的 模拟嘛 磨磨磨 当然我跟这牧师 现在特别好的朋友啊 非常好啊 没有关系 不影响我们成为好朋友 不能因为这一句话 我们家也不成为朋友了 他就那么想的 他就讨厌共产党 我也知道 其实我比他更讨厌共产党 对不对 但他把我当成共产党 就有点冤 你知道吗 可是你说共产党文化长大的 也没什么冤 所以在神院这几年啊 好好地学习服侍主 谦卑地 把自己变成一个被神所塑造的 合用的一个器皿 这是我觉得 我对你们的期待 所以王院长老师 说你来神院 我当副院长 把我做训导长 把这些人训好 训训呢 我做这种工作 我才不做呢 这不得罪人吗 对不对 你怎么不训呢 你让我训啊 今天我训你们训完了 训完我就不管了 我就走了 反正 有一件没关系 有一件我吓得不教你们了 就完了 对吧 所以王院长不行 他在那得忍受着 忍耐着 忍耐着 忍耐跟忍受不一样 忍耐是属于带着爱的 积极的 忍受是被动的 好吧 我们休息一下 休息十分钟 谢谢大家